葦璇你好 你有首新歌 什麼歌來的 介紹一下 今天當我見到我的訪問嘉賓 我感覺到戲場很不同 平時見他在舞台上又跳又唱 很精彩 但今天為什麼我身邊的葦璇思思文文 真的要問他怎樣搞什麼 葦璇你好 歡迎你 謝謝 是否出歌 是的 我入了環球之後出我第一首拍台歌 很棒 但我印象中很欣賞你在舞台上那種亡我揮灑的 又跳又唱 但我見你做得這麼鮮民 這首歌是不是慢歌 這首歌是一首比較傳統的情歌 我自己計計賣賣都出到了七年 但七年來都未出過這首歌 不知不覺七年 對於我來說是非常新的嘗試 我覺得來到一個新的公司新的環境 也很感謝公司想我以一個全新的感覺給大家 所以就找了書老闆來幫忙監整個項目 我想問你一向都有你的專長 跳得這麼好看 為什麼不試半功倍地用你最拿手的東西 反而去挑戰一個七年才第一首慢歌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勇氣和嘗試 嗯 像公司所說的 厲害的東西我們先不要這麼快拿出來 原來是這樣 這是前菜 搞笑搞笑 因為我覺得慢歌對於我來說是 真是比較有挑戰性的一環 還有大家看到我平時紮紮跳 但我是比較少跟別人分享我自己內心的情感 或者感受 我不知道是害羞還是習慣了在舞台上的那個舞台感 那就忽略了這一塊 反而去到我覺得現在的年齡又不是說大 但成長了很多 所以就可以開始嘗試這個區塊的東西 OK OK 我以為葦璇說我年紀大了一點點 成長了 即是不跳了已經不跳跳不到 不會 我想像你所說是秘密武器 可能先等下一首吧 但這首我給別人率先有一個慢歌非常好 而且不要看慢歌 歌名很爆 一個傻瓜一個啞 聽歌名已經覺得很想聽是甚麼回事 為甚麼會這樣 歌名是你自己的故事 又是我自己的故事 亦是大家的故事 因為這首歌其實是一個比較普遍的愛情故事 但一對都是情侶 到後期很多時候都有一個冷淡期 或者穩定期 去到這個時刻 其中一方一定會有一種懶惰感 我不是看著你 那種懶惰感是會令到關係疏遠 或者大家會 你都在這裡 我們不用溝通那麼多 很少說自己的感受 或者生活上的事情都會少了很多 而這種減少溝通 就會好像一個傻瓜 一個啞的一起生活 而我自己是不可以這樣 但是這個故事最後是一個幸運 因為大家都學會了 如何在溝通中找到愛 一定要肯溝通才能成立 非常好 其實我一聽歌名 我已經想到 如果喜歡看文學作品的朋友 我覺得是一個2022年版的傲慢與偏見 真的要愛 要說出口 要有行動 才能得到你的真愛 非常好 還有韋傳我覺得你很幸福 你第一首歌 加入新公司 已經得到一個很強的班底 和你創作了 作曲是Sophie王家儀 Sophie的曲 我覺得她很無定向 很自由奔放 有時候電子迷幻 有時候很有感覺 為什麼會找她來作曲呢 其實這首歌是收回來的 我一收到Sophie的歌 我都非常驚訝 因為我還未入公司之前 參加《造星》之前 有一次機緣巧合後 去台灣看了她的一個直播 然後我覺得她很有型 對呀 她很有型 對呀 很棒 對呀 最初我處理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自己是 未很懂得投入 因為我真的是第一次唱情歌 你知道我這個歌 我給你猜一下 我和舒老闆錄了幾個Session 一個Session 六至六個小時 我想你都數以十小時計 整件事 我錄了十四個Session 哇 真的是十四乘六 整件的錄音很豪華 是我人生中最長的 我覺得很豪華 很感謝舒老闆這麼用心 我們經歷了很多個 晚常的 其實我不是說你幸福 有時候我們寫歌評 一寫到舒老闆 我就會用音樂魔術師去形容他 因為我很佩服他說的一句說話 他說唱歌就是在幾分鐘之內 你要帶聽眾進入一個很不同的世界 你覺得經過這次和舒老闆合作 你能否體會到這件事 他如何在你身上變魔術 他是一個會給很多形容詞 或者有很多比喻 來帶我進入那個故事的人 我亦都很感受到 他對廣東話的那種咬字的執著 非常好 而其實這一個咬字 是會令到整首歌 人家意名得來 是那個感情會直接得到 所以我都學習中 希望接下來的作品都會繼續做得更加 還有朱鎮東編曲 雖然他不是很高調 但很多人聽他的歌 都很喜歡他編曲 所以我覺得你很幸福 有這首歌 而且我覺得幸福得來不易 因為如果有留意有偉旋的 其實不知不覺你奮鬥了七年 那你都真的很佩服你 由最初女子組合 立刻給我看 到了獨立歌手 又做主持 又參加之前 選手節目 到現在簽了大公司 揭開新一張 我為你很感動 很恭喜你 好了 自己來 過去七年了 現在又新一張 其實你自己希望 如何利用這麼好的機會 真正去走不一樣的路 令人看到不一樣的陳偉旋 其實我覺得七年之後 我漸漸有一個小妹妹 變成一個比較平常心的女生 我覺得每一個人 在每一個行業 其實都是自己奮鬥 我又不覺得自己特別努力 或者付出了很多東西 只是我選擇的行業 和大家有少少不一樣 我接下來的目標 就是想大家會聽到多些我 耳熟能詳的歌 始終我覺得作品 對於一個歌手來說 是比較重要的 我接下來都會比較專注 是可以唱多些自己的作品 然後大家又會聽多些 無論情歌、輕快、Rock、跳舞歌 都會有的 希望大家會期待 好 最後一個問題 給自己一個五年目標 五年之後的陳偉旋 你想我們看到什麼 會不會有很多自己的Album出座 或者搭上紅館 可以好奔放 可以好天花濃紅 最重要是你的夢想 五年之後 我想開一個比較大的演唱會 我自己心裡少少的願望 有沒有地方想去哪裏 地方 起碼都單開這麼大 你知道我造星決賽的時候 雖然台下是沒有人的 因為那年疫情 是真的沒有觀眾 只是拍攝而已 但我站上去已經 嘩 因為那場很大 所以工作人員都是我的觀眾 所以我自己很希望 可以在一個這麼大的場地 真的有觀眾去感受一次震撼 YES 還有希望有自己的唱片 有很多不同的歌曲 短短直話 我真正感受到不一樣的陳偉旋 因為以前是他 我真的覺得他很有火 在台上 現在他不是沒有火 不過他把他收在裡面 變成一個更大的力量 我相信未來 無論是音樂上 或者是演藝的工作 我們一定會看到 你將這團火 變成更多的驚喜和奇蹟 加油 韋雪 謝謝 謝謝 謝謝